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鸡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户 都会使用黄旗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旗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 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 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氧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氧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除鸡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除鸡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益剂 方剂中的黄芪补肺益剂 顾表止汗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芪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是为尘药 防风走鸡表散风鞋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鞋 驱鞋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鸡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除鸡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支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支除鸡 下午四点给除鸡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不仅对大杆 以及沙门氏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除鸡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除鸡干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附配阿末西林加炳黄书 针对除鸡阶段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4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3天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鸡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你好 在养鸡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西林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人家的药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的剖析一下 阿末西林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鸡的沙门氏菌 祸乱 鸡白利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弹鸡的这个树脑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西林在这个机体内的血液浓度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四点那个用阿末西林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刚刚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西林治疗肌的呼吸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西林呢 可以这个和盐酸安修所配合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所 你不要用安修所 安修所呢 不容易水 你用安修 你用盐酸安修所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脂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秋天冬天 鸡发生了脂气管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末西林 单方治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西林 它是一个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这个量一次用完就可以了 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西林配五 炼霉素 释霉素 黏感菌素 杀性类药物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阿末西林的量 减到四分之三的量去用 这么搭配去用阿末西林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阿末西林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它量减少了 还会少一部分的药费 第四招 由于阿末细琳耐酸不带酶 所以呢阿末细琳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你用阿末细琳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克拉维酸酱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细琳耐药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琳四份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琳对某些细菌的耐药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就是阿末细琳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地给鸡喂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淡黄绿色或绿色粪便 病死肌的肝 皮显住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淡绿棕色或骨酮绿色 胆囊充满胆汁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渣堆 突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狐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石醋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石醋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肌体内的营养 使肌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味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基体表换处导服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链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位花椒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基位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基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离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粉碎拌料 大蒜按照1%至1.5%比例拌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次黄氓令 尿密定氨基酸等成分 有氢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离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炎杆菌 利己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挖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至1.5% 大蒜按照1%至1.5%比例拌料 连用5-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鸡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护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养及坚信艳养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养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 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 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屏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屏风口服液 是属于补义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义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贱皮 与黄旗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肌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蛆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肌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除肌需要的 预屏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支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支除肌 下午四点给除肌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 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肝 以及沙门失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除肌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药对除肌肝肾 刺激也小 配阿末西林加炳黄书 针对除肌阶段 一发的沙门失菌 大肠杆菌 巴士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肌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肌脂 至少有三天 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肌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肌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肌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肌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肌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肌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肌的体质 很多养护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来提升除肌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肌在出壳前 肌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氧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氧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肌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友谊菌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友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除肌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除肌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忆剂 方剂中的黄芪补菲义气 顾表止汗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健脾 与黄芪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肌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肌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厨肌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支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只厨肌 下午四点给厨肌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杆 以及沙门失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厨肌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药对厨肌肝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加炳黄书 针对厨肌阶段一发的沙门失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4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3天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鸡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地给鸡喂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4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1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4G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积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淡黄绿色或绿色分辨 病死肌的肝 皮显住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淡绿棕色或骨同绿色 胆囊充满胆汁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渣堆 吐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吸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石醋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石醋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鸡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位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鸡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肌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位花椒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鸡位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肌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肺炎炼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次黄氓令 尿密钉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鸡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鸡群采食 有助于鸡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炎杆菌 利剂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蛙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至1.5% 大蒜按照1%至1.5%比例半料 连用5至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地给鸡喂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试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1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浓性球菌 伤寒沙门氏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肌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淡黄绿色或绿色粪便 病死肌的肝 皮显著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淡绿棕色或骨酮绿色 胆囊充满胆汁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扎堆 吐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 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鸡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味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基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味花椒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基味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基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散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礼器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红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红蓝根含次黄飘令 尿密定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礼器开胃 大蒜配合红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炎杆菌 利己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蛙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1.5%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连用5-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要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鸡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护 都会使用黄奇多糖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奇多糖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 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养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养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屏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屏风口服液是属于补义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义剂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旗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肌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肌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除肌需要的 预屏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只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只除肌 下午四点给除肌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 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杆 以及沙门势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除肌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除肌肝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 加炳黄书 针对除肌阶段 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三天 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鸡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要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肌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肌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进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肌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肌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肌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肌的体质 很多养护都会使用黄旗多糖 来提升除肌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旗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选用优质的液体 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肌在出壳前 肌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养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养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肌消化倒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比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 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屏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屏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医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益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旗荷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肌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屈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肌表不顾 自汗时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除肌需要的 预屏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只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只除肌 下午四点给除肌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 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杆 以及沙门失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除肌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除肌肝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 加炳黄书 针对除肌阶段 一发的沙门失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三天 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鸡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要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肌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肌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进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肌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肌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肌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肌的体质 很多养护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肌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肌在出壳前 肌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氧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氧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击消化到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友谊菌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雏姬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雏姬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医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肺益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旗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肌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故朱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鸡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雏姬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只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只雏姬 下午四点给雏姬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不仅对大杆 以及沙门氏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雏姬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雏姬肝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加炳黄书 针对雏姬阶段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三天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净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你好 在养鸡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西林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人家的药 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地剖析一下 阿末西林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鸡的 沙门氏菌 霍乱 鸡白粒大肠杆菌肺炎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弹肌的这个树脏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西林在这个机体内的血液浓度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四点这个用阿末西林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刚刚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西林治疗鸡的灰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西林呢 可以这个和盐酸安修所配合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所 你不要用安修所 安修所呢 不容易水 你用盐酸安修所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脂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秋天冬天 鸡发生了脂气管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末西林单方制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西林 它是一个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那个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西林配武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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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细菌耐用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菌四份 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菌 对某些细菌的耐用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就是阿末细菌 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 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的给鸡喂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是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积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蛋黄绿色或绿色分辨 病死肌的肝 皮显著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蛋绿棕色或骨同绿色 胆囊充满胆质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渣堆 吐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 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 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灰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机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胃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鸡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链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 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胃花椒 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鸡胃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机体内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散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红糖胃干 乳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刺黄飘令 尿密钉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颜杆菌 利剂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 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挖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至1.5% 大蒜按照1%至1.5%比例半料 连用5至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 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鸡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户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 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 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氧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氧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义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义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贱皮 与黄旗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肌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肌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除肌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合十至一支十毫升 一合管八百支除肌 下午四点给除肌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 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肝 以及沙门势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除肌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药对除肌肝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 针对除肌阶段一发的 沙门势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肌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4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肌脂 至少有3天 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肌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肌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肌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 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肌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肌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肌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肌的体质 很多养户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肌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呢 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 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 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肌在出壳前 肌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氧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氧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正常菌群在除肌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比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除肌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除肌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忆剂 方剂中的黄芪补肺衣剂 顾表止汗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健脾 与黄芪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是为尘药 防风走肌表散风鞋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鞋 屈鞋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肌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除肌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只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只除肌 下午四点给除肌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 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肝 以及沙门氏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除肌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药对除肌肝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 加炳黄书 针对除肌阶段 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肌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4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肌脂 至少有3天 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们你好 在养鸡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 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西林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不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 人家的药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 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的剖析一下 阿末西林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鸡的 沙门氏菌 霍乱 鸡白利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弹基的 这个树脏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 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西林 在这个机体内的血液浓度 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 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 四点这个用阿末西林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 刚刚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西林治疗鸡的呼吸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西林呢 可以这个和 盐酸安修索配物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索 你不要用安修索 安修索呢 不容易水 你用盐酸安修索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物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脂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 秋天 冬天 鸡发生了脂气管 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末西林 单方治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西林 它是一个湿烟依赖型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型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完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你的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西林 配五炼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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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这个克拉维酸钾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细菌耐药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菌四份 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菌 对某些细菌的耐药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 就是阿末细菌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 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母亲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浓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淡黄绿色或绿色分变 病死肌的肝 皮显住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淡绿棕色或骨瞳绿色 胆囊充满胆质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渣堆 突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 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 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鸡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味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鸡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 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鸡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味花椒 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鸡味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机体内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肺炎炼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拌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拌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4-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次黄飘令 尿密钉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长颜杆菌 利己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 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蛙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1.5% 大蒜按照1-1.5% 比例半料 连用5-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 大蒜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厨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厨鸡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户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氧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氧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到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米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医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肺益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旗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基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鸡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厨基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支一支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支厨基 下午四点给厨基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恩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作为开口药 乳酸恩诺沙心 不仅对大杆以及沙门弑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厨基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而又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厨基干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加炳黄书 针对厨基阶段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三天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鸡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厨基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厨基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护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 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 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养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养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击消化倒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医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肺益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旗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基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鸡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厨基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支一支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支厨基 下午四点给厨基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杆以及沙门弑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厨基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而又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厨基干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加炳黄书 针对厨基阶段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三天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们 在养鸡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用到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西林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往往受不到一个很好的疗效 到这个时候 你要么就是埋怨人家的药是假药 要么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 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的剖析一下 阿末西林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鸡的 沙门氏菌 祸乱 鸡白利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肝管炎 以及这个弹肌的这个数卵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西林在这个 肌体内的血液浓度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 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四点 那个用阿末西林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赶赶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西林治疗肌的灰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西林呢 可以这个和盐酸氨氏配用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氨氏氏 你不要用氨氏氏 氨氏氏不容易水 你用氨氏 你用盐酸氏氏氏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脂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 秋天 冬天 鸡发生了脂气管 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末西林 单方治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西林 它是一个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了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氙的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西林 配舞 酎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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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阿末西的量 减到四分之三的量去用 这么搭配去用阿末西林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阿末西林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它量减少了还会少一部分的药费 第四招 由于阿末细菱耐酸不带酶 所以呢阿末细菱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你用阿末细菱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克拉维酸酱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菱对阿末细菱耐药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菱四份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菱对某些细菱的耐药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就是阿末细菱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的给鸡喂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蛋黄绿色或绿色分变 病死肌的肝 皮显著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蛋绿棕色或骨同绿色 胆囊充满胆汁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 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扎堆 吐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 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 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 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鸡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味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基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链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羽花椒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基位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基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礼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功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拌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拌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匀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次黄飘令 尿密定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礼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炎杆菌 利己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蛙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1.5% 大蒜按照1%-1.5%比例拌料 连用5-6天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肌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 这个阿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地剖析一下 阿莫西林这个药 主要是治疗这个鸡的 沙门氏菌 霍乱 鸡白利 大胆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 弹肌的这个 数卵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 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莫西林 在这个机体内的血液浓度 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 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 四点那个 用阿莫西林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 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 刚刚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莫西林 治疗肌的灰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莫西林呢 可以这个 和盐酸安修索配用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索 你不要用安修索 安修索不容易水 你用安修 你用盐酸安修索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 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支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 秋天 冬天 鸡发生了支气管 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莫西林 单方制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莫西林 它是一个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那个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莫西林 配 zost 狠煤肽素 心煤素 粘管菌素 沙新类 药物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阿莫西的量 减到四分之三的量去用 这么搭配去用阿莫西林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 阿末西林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它量减少了 还会省一部分的药费 第四条 由于阿末西林耐酸不耐酶 所以呢 阿末西林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你用阿末西林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克拉维酸酱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西林耐药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西林四份 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西林 对某些细菌的耐药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就是阿末西林 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 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 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地给鸡喂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淡黄绿色或绿色粪便 病死肌的肝 皮显住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淡绿棕色或骨同绿色 胆囊充满胆质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渣堆 突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狐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石醋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石醋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灰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肌体内的营养 使肌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味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灰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基体表换出导服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羽花椒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基位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基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肺炎炼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离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粉碎拌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拌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次黄氓令 尿密定氨基酸等成分 有氢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离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一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炎杆菌 利己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挖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1.5% 大蒜按照1%-1.5%比例拌料 连用5-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鸡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护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养及坚信艳养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养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友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友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 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 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医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肺益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旗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基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鸡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厨基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支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支厨基 下午四点给厨基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不仅对大杆 以及沙门氏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厨基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厨基干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加炳黄书 针对厨基阶段 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三天 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们 在养鸡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西林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人家的药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的剖析一下 阿末西林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鸡的沙门氏菌 祸乱 鸡白利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蛋肌的这个树脏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西林在这个机体内的血液浓度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四点这个用阿末西林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杠杠的要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西林治疗肌的护肥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西林呢 可以这个和盐酸氨氏配用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氨氏氏 你不要用氨氏氏 氨氏氏不容易水 你用氨氏氏 你用盐酸氏氏氏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脂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秋天冬天 鸡发生了脂气管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末西林单方制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西林 它是一个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分三天给它用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那个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西林 配武 � ог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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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阿末西林的量 减到四分之三的量去用 这么搭配去用阿末西林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 阿末西林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它量减少了 还会省一部分的药费 第四条 由于阿末西林耐酸不耐酶 所以呢 阿末西林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你用阿末西林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克拉维酸钾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西林耐药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西林四份 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西林 对某些细菌的耐药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 就是阿末西林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 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 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地给鸡喂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淡黄绿色或绿色分变 病死肌的肝 皮显住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淡绿棕色或骨铜绿色 胆囊充满胆质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较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2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鸡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位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鸡体表换出导付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肌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位花椒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肺炎炼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红糖胃干 乳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刺黄飘令 尿密钉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炎杆菌 利剂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 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蛙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至1.5% 大蒜按照1%至1.5%比例半料 连用5至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 大蒜四个经典养机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机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机的朋友你好 在养机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 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西林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不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人家的药 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 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地剖析一下 阿末西林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 鸡的沙门氏菌 祸乱 鸡白粒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 弹肌的这个 数卵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 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西林在这个 机体内的血液浓度 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 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 四点这个 用阿末西林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 刚刚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西林治疗 鸡的护肥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西林呢 可以这个和 盐酸安修索配合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索 你不要用安修索 安修索呢 不容易水 你用盐酸安修索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支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 秋天 冬天 鸡发生了支气管 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末西林 单方制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西林 它是一个湿烟依赖型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型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完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那个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西林 配五 炼酶酶素 嫣酶素 粘感菌素 杀银类 药物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阿末西的量 减到四分之三的量去用 这么搭配去用阿末西林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 阿末西林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它量减少了 还会省一部分的药费 第四招 由于阿末西林 耐酸不带酶 所以呢 阿末西林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你用阿末西林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克拉维酸钾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细菌耐用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菌四份 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菌 对某些细菌的耐用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就是阿末细菌 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 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是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浓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淡黄绿色或绿色粪便 病死肌的肝 皮显著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淡绿棕色或骨瞳绿色 胆囊充满胆质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扎堆 突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 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 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鸡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胃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基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链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 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胃花椒 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基味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基体内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刺黄飘令 尿密定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颜杆菌 利剂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 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挖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至1.5% 大蒜按照1%至1.5%比例半料 连用5至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 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你好 在养鸡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 阿末细菌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细菌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不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人家的药 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 这个阿末细菌这个小药 来好好的剖析一下 阿末细菌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鸡的 沙门氏菌 霍乱 鸡白粒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 弹肌的这个 数卵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 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细菌 在这个机体内的 血液浓度 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 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 四点这个 用阿末细菌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 再用阿末细菌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 刚刚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细菌 治疗鸡的灰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细菌呢 可以这个和 盐酸安修索配用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索 你不要用安修索 安修索呢 不容易水 你用盐酸安修索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 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脂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 春天秋天冬天 鸡发生了 脂气管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有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 阿末细菌单方制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细菌 它是一个 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 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完了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那个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细菌 配五炼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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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这个克拉维酸钾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细菌耐用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菌四份 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菌 对某些细菌的耐用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 就是阿末细菌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小经验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再见 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是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浓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蛋黄绿色或绿色分辨 充满胆质重大 除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菌 精神不振 怕冷渣堆 吐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 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 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灰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肌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味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基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 有大肠杆菌 引起的腹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味花椒 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基味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基体内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肺炎炼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拌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拌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拌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次黄飘令 尿密钉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基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基群采食 有助于基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盐杆菌 利剂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引起的肠道问题 大蒜1-1.5%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连用5-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菌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菌用 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菌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菌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菌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菌的体质 很多养护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菌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菌在出壳前 菌的消化道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养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养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菌消化道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友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忆剂 方剂中的黄芪补肺益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芪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机表散风鞋 是为左使药 故朱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鞋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鸡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厨基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只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只厨基 下午四点给厨基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 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杆 以及沙门势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除击败 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除击干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 加炳黄书 针对除击阶段 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4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3天 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 净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 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 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鸡用 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护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 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 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道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养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养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道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友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 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医剂 方济中的黄芪补肺益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芪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机表散风鞋 是为左使药 故朱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屈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鸡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厨基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只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只厨基 下午四点给厨基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 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杆 以及沙门氏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雏基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雏基干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 加炳黄书 针对雏基阶段 一发的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积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基质 至少有三天 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 进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你好 在养鸡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阿末西林 这个小药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西林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不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 人家的药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 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的剖析一下 阿末西林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 鸡的沙门氏菌 祸乱 鸡白利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 弹肌的这个 数卵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 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西林 在这个机体内的血液浓度 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 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 4点这个 用阿末西林的小技巧 这4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 港港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西林 治疗肌的灰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西林呢 可以这个 和盐酸安修索配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索 你不要用安修索 安修索不容易水 你用盐酸安修索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机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支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 秋天 冬天 机发生了支气管 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末西林 单方治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西林 它是一个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了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你的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西林 配五 链菱素 心肋素 粘感菌素 杀婴内药物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阿莫西铃的量 减到四分之三的量去用 这么搭配器用阿莫西铃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阿莫西铃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他量减少了 还会少一部分的药费 第四些 由于阿莫西铃耗酸不耐酶 所以呢 阿莫西铃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你用阿莫西铃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 克拉维酸酱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细菌耐用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菌四份 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菌 对某些细菌的耐用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就是阿末细菌 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 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的给鸡味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蛋黄绿色或绿色分辨 病死肌的肝 皮显蛀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蛋绿棕色或骨同绿色 胆囊充满胆质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扎堆 吐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 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 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鸡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味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鸡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 有大肠杆菌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味花椒 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鸡味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机体内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肺炎炼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刺黄飘令 尿密定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颜杆菌 利剂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 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蛙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至1.5% 大蒜按照1%至1.5% 比例半料 连用5至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 大蒜四个经典养机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 养机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机的朋友你好 在养机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 这个阿末细菌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细菌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不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 人家的药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 拿出这个阿末细菌 这个小药 来好好地剖析一下 阿末细菌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 鸡的沙门氏菌 祸乱 鸡白粒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 弹基的这个 数卵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 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细菌 在这个机体内的 血液浓度 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 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 四点这个 用阿末细菌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 阿末细菌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 刚刚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细菌 治疗鸡的护肥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细菌呢 可以这个 和盐酸安修索配合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索 你不要用安修索 安修索呢 不容易水 你用盐酸安修索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 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脂气管炎的 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 春天秋天冬天 鸡发生了 脂气管主赛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 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 阿末细菌 单方治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细菌 它是一个 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 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完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那个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细菌 配五 那么你用阿末细琳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克拉维酸钾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细菌耐用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菌四份 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菌 对某些细菌的耐用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 就是阿末细菌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小经验 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 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 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的给鸡胃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试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 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浓性囚菌 伤寒沙门氏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淡黄绿色或绿色粪便 病死肌的肝 皮显蛀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淡绿棕色或骨酮绿色 胆囊充满胆汁肿大 除鸡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鸡 精神不振 怕冷扎堆 吐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石醋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石醋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鸡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味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基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味花椒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基味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基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肺炎炼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散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礼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匀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4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次黄氓令 尿密定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礼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长眼杆菌 利己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 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蛙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1.5%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连用5-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 大蒜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要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厨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厨鸡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 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户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氧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氧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友谊菌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友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除鸡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除鸡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忆剂 方剂中的黄芪补菲义气 顾表止汗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芪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鸡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朱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鸡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雏鸡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盒十至一支十毫升 一盒管八百只雏鸡 下午四点给雏鸡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杆以及沙门势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雏鸡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要对雏鸡干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加炳黄书 针对雏鸡阶段一发的沙门势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鸡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四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鸡汁 至少有三天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鸡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再见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这个阿末西林这个小药 来好好地剖析一下 阿末西林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鸡的沙门势菌 祸乱 鸡白利 大肠杆菌 肺炎 支气管炎 以及这个弹基的这个数量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西林在这个鸡体内的血液浓度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四点那个用阿末西林的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西林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刚刚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西林治疗机的呼吸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西林呢 可以这个和盐酸安修索配用 但是有一点记住吧 是盐酸安修索 你不要用安修索 安修索不容易水 你用盐酸安修索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物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支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秋天冬天 鸡发生了支气管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阿末西林 单方制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西林 它是一个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了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可以间隔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这个量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西林 配武 链酶酶希腸 黏感菌素 沙星类药物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阿末西的量 减到四分之三的量去用 这么搭配去用 阿末西琳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 阿末西琳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它量减少了 还会少一部分的药费 第四条 由于阿末西琳耐酸不带酶 所以呢 阿末西琳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你用阿末西琳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 克拉维酸izer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门细菌对阿末细菌耐用性的问题 用量呢 你按这个阿末细菌四份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细菌对某些细菌的耐用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就是阿末细菌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 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的给鸡喂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是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氏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肌会排出蛋黄绿色或绿色分辨 病死肌的肝 皮显著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蛋绿棕色或骨同绿色 胆囊充满胆质肿大 除肌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肌 精神不振 怕冷渣堆 吐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 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 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比例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灰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机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瘦 抵抗力下降 精神违靡 此时 给鸡胃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鸡体表换处倒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链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 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胃花椒 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鸡胃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机体内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红糖胃干 乳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刺黄飘令 尿密钉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肌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肌群采食 有助于肌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颜杆菌 利剂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 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挖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至1.5% 大蒜按照1%至1.5%比例半料 连用5至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 四个经典养剂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剂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养剂的朋友你好 在养剂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 阿末系琳这个小药 去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你发现没 当你用阿末系琳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呢 往往受不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疗效 到这个时候呢 你要么就是埋怨 人家的药是假药 要么呢 就是说人家的技术不好 给你开错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今天就专门的拿出 这个阿末系琳这个小药 来好好的剖析一下 阿末系琳这个药呢 主要是治疗这个 鸡的沙门氏菌 霍乱 鸡白利 大肠杆菌 肺炎 肢脂肌管炎 以及这个 弹鸡的这个 树脏管炎 它的这个抗菌谱 还是比较宽的 另外呢 这个阿末系琳在这个 机体内的血液浓度 非常的高 它针对全身性的感染 疗效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 四点这个用阿末系琳的 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用好了 那你以后再用阿末系琳的时候 你的效果是 杠杠的就上去 第一个小技巧 阿末系琳 治疗鸡的呼吸道 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阿末系琳呢 可以这个 和 盐酸安修索配合 但是有一点记住 是盐酸安修索 你不要用安修索 安修索呢 不容易水 你用安修 你用盐酸安修索 它就可以容易水了 这个配合呢 你可以针对这个 鸡的肺炎 气管炎 以及 脂气管炎的疗效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到这个 春天秋天冬天 鸡发生了 脂气管堵塞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配方 当然还要搭配其他药啊 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个小技巧 你如果用这个 阿末系琳 单方制剂的话 去防止某些细菌病 那么呢 你就不要一天一次给药了 因为这个阿末系琳 它是一个 食烟依赖性的药 它不是一个 浓度性的依赖药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五天的量 分三天给它用 那么每天呢 你前两天呢 你可以每天给两次药 中间呢 可以间隔个12小时 第三天呢 你把他的量 一次用完 就可以了 第三个小技巧 当你用阿末系琳 配武 炼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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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 去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阿末系的量 减到四分之三的量去用 这么搭配去用阿末系琳的话 不仅可以提高阿末系琳的一个效果 而且呢 它量减少了 还会少一部分的药费 第四条由于阿末西林耐酸不耐酶 所以呢阿末西林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你用阿末西林的时候呢 你和这个克拉维酸钾 也就是磅酸配合去使用 这个可以有效的解决 部分细菌对阿末西林耐药性的问题 用量呢你按这个阿末西林四份磅酸一份就可以了 它不仅解决了阿末西林对某些细菌的耐药性的问题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增加好几倍的 以上四点就是阿末西林在防治某些疾病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个小经验小技巧 这四个小技巧你掌握好了 在以后治疗某些疾病的时候 那你会得心应手的非常非常轻松 并不是说人家的药不好 而是你没有使用好 好了朋友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 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大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剂 大蒜功效很多 它不仅仅可以用作调味剂 其实在我们养鸡的过程中 如果适当地给鸡胃一些大蒜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四个在养鸡中 大蒜的使用技巧 希望对各位养鸡户有所帮助 技巧一 大蒜加食醋 这个组方式四季通用的 食醋中含有乙酸 乙酸是有基酸 能酸化肠道 抑制有害菌 大蒜含有大蒜素 微量点等成分 对霍乱 胡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氏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如果鸡群感染伤寒沙门氏菌后 病鸡会排出蛋黄绿色或绿色分辨 病死鸡的肝 皮显住肿大 肿大的肝变成蛋绿棕色或骨铜绿色 胆囊充满胆汁肿大 除鸡在出壳3-4日0或5-7日0容易感染白粒 患病除鸡 精神不振 怕冷扎堆 突出表现为下粒 排出石灰样西粪 又称胡屁股 死亡率较高 可到20%-30%以上 因为大蒜和食醋对伤寒伤寒沙门氏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治疗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白粒 伤寒 负伤寒时 用大蒜配合食醋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研磨粉碎 按照1%-1.5%比例半料 食用醋饮水 按照0.3%-0.5%饮水 连续使用5-6天 技巧二 大蒜加花椒 秋冬季可以这样用 花椒中含有柠檬锡 枯唇等成分 对寄生虫具有麻痹作用 加上大蒜中的大蒜素 也是对寄生虫有抑制作用 鸡如果感染了回虫 粪便中会有白色透明的虫乱 寄生虫会吸取肌体内的营养 使鸡群出现消� 给鸡位花椒和大蒜 就能驱杀鸡回虫 另外 花椒对寄生虫有麻痹作用 当鸡群体有满虫时 给病基体表换处导敷花椒水 还能驱杀满虫 花椒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容血性炼球菌 伤寒沙门菌 肺炎炼球菌 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对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伤寒沙门菌 分支杆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所以当鸡群有大肠杆菌 引起的附膜炎 肠炎或感染沙门氏菌 病基出现白粒 伤寒 负伤寒 都可以给鸡位花椒 配合大蒜进行治疗 同样的 给病基位花椒和大蒜 对于杀灭病基体内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容血性炼球菌 肺炎炼球菌 八式杆菌 化膿性球菌 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花椒干燥成熟后 采收果实 晒干 除去种子 研磨粉碎 大蒜成熟后 通风晒干 捣碎生用 治疗时 花椒按照0.5%比例 大蒜按照1%比例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三 大蒜加红糖 秋冬季可以用 大蒜和红糖 性温 扇散阴冷 温中止痛 能发散体表之寒 大蒜龟皮胃精 离气开胃 红糖胃干 入皮 有健脾暖胃的作用 此外 大蒜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帮助饲料消化 红糖具有补气抑血作用 尤其是冬天给产蛋机用红糖 有非常好暖工作用 使用方法 大蒜成熟后 粉碎半料 大蒜按照1%-1.5%比例半料 红糖按照0.5%比例混云半料使用 连用4-5天 技巧四 大蒜加板蓝根 秋冬季用 进入秋冬天 是流感等病毒病的高发期 板蓝根含次黄氓令 尿密定氨基酸等成分 有清热 抗病毒的作用 能促进免疫蛋白的生成 提高鸡群的免疫力 大蒜龟皮胃精 里气开胃 大蒜配合板蓝根配合使用 既能抗病毒 又能促进鸡群采食 有助于鸡群精神快速恢复 此外 板蓝根对大肠杆菌 负伤寒 肠炎杆菌 利己杆菌等肠道细菌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大蒜能抑制沙门氏菌 所以大蒜配合板蓝根 还能治疗细菌引起的肠道问题 使用方法 板蓝根成熟后采蛙 晒干 研磨粉碎 按照1%至1.5% 大蒜按照1%至1.5%比例半料 连用5至6天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关于大蒜四个经典养鸡套餐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养鸡的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